卫武陕西省延安市紫长县 延安定县 离家插阵扬到卯大队 周家简村阳安 1935年2月前 陕北和陕甘边 是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开的两块根据地 两直红军武装存在住两个领导关系 陕北根据地和红27军 属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 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属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 两地两军之间虽互有联系和配合 但基本上是各自活动为了集中力量 对付敌人 1935年2月5日 陕北特北和陕甘边特委 在安定县 周家简村召开了联席会议 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工农红军 西北军事委员会 统一了两地党政军的领导 并确定了粉碎国民党对战 北根据地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 中共西北工委书记委会子俊 未到之前由崔田夫代理 委员为崔田夫谢子长 刘志丹 西北军委主席谢子长 副主席刘志丹 谢子长 由刘志丹负责军委委员为谢子长 刘志丹 杨森 杨锡 张秀山 张达志 高岗军委秘书长 兼政治部主任 白坚 参谋 长朱子修 作战训练科长 雷恩军 侦查科长 高朗亭 总务处长 刘汉斌 经济部长 张成武 总会计王采文 周家简 联席会议后 在刘志丹的领导下 西北红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5年7月 西北军委又指挥西北红军 投入了本岁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斗争 1935年11月 当中央和中央红军技术打摇宝后 撤销了西北军委 成立了中共中央革命军 市委员会西北办事处 周恩来为主任 刘志丹为副主任 从此西北地区的革命战争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周家简联席会议就指 共有土摇四红 坐北面南 又起第二孔摇洞 为会议室 会议室门是一扇左偏门 门宽零八米 高一八米 窗户为两个大小 不等的正方形 小的为乌摇洞的正上方 大的为乌摇洞的正中 天佑 进门又为一大土炕 门炕 左为一个凹尽摇面的长方形土台子 用来放置被褥 和其他家用东西 土台一边有一个暗土 叫紫身衣两米 宽一米 用来藏人或存放贵重物品 会议室 摇洞宽三米 高三米 该就指 占地面积为560平方米 2005年11月22日 被紫长县人民政府公布危险及文物保护单位